如是等罪 无量无便 孤欲今日生大惭愧 课程披露 求哀忏悔 唯愿三宝 慈悲设寿 放尽光明 照出我身 诸恶消灭 三藏专除 福本心源 究竟清静 往事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死贪称痴 从身与一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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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莫合波尔波罗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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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历代祖师菩萨摩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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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恳请三宝林 为此法会转法轮 普愿见闻争福慧 葬消愿满物无上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亲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各位 我们今天继续的 一起来学习 这个 维摩节所说经 上诞我们讲到 观内入 如空虚 今天我们开始讲 要随护道义 饶益众生 就是喜欢 喜欢随护道义 随 随着种种的因缘 所谓对境逢缘 善用心 对一切的境界 一切的因缘 善用我们的心 这个道义 就是我们的 无上的道心 这个道义 这是说我们的心 随着种种 随 乐 这喜欢 随护道义 这随 对境逢缘 随着种种的因缘 都要保护 这里的菩提心 就等于 《金刚经》里面说的 三男子三女人 发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应云和住 云和降福此心 这个佛呢 大夫须菩提说 三男子三女人 发了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呢 就应该 如是住 如是生 此心 一切这个重生啊 这个 都是若胎生 若孪生 若世生若化生 又有想 又无想 又非有想 非无想 我皆令入无于 涅槃而灭肚之 这么说 遇到一切的境界 一切的因缘 那个时候 你都善 不你的道义 道义呢 就是你的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令这个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不善事 就具体怎么做呢 那个《金刚经》里面就说了 我皆 四生九友的众生啊 我 都皆入无于涅槃而灭肚之 我都令他们 入这个无于的涅槃啊 那么 那就是 顾我们的道义啊 所以就 等于这个 《花园经》的《金横品》里面呢 你遇到一切的境界 对一切的境界 一切的因缘 对境逢缘 就发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当愿众生怎么样 当愿众生怎么样 那么就是 随护道义 保护着你的 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怎么样保护呢 若要摇曳众生 就是 令这个众生啊 得到这个 无于涅槃而灭肚之 所以《金刚经》讲的 跟这个《花园经》讲的 是一致的 《佛经》讲来讲去的道理 都不是讲两个法 都是一致的 但是呢 《金刚经》呢 说完了以后呢 你度一切的众生 但是不要着 有众生可度的相 所以在那个 《大乘正宗分》第三里面说 我皆入 令入无于涅槃而灭肚之 如是灭肚 无量 无数 无辩众生 实无众生 得灭肚者 在那个 旧摩罗什 法师翻译的 《金刚经》里面呢 就 旭菩提问了 两个重问题 就 发了罗多罗三妙三卜自信 因云和住 云和降福之心 那么在这个 玄奘大师翻译的版本里面 还有加了一句 因云和修行 那么在那个 旧摩罗什 翻译的《金刚经》里面 就没有这个 云和修行 那么 这所谓修行啊 就是度重众 就是要度重众 度了重众 你实无重众的灭肚者 心里面没有一个 度重众的那个相 那就是 修行 要度一切的重众 但是不着那个 度重众的相 那就是修行 因为我们的心呢 不能一心二用 或者三用 你一心 一门心思的去度重众 你的菩提心就住了 就不会善失了 你一门心思的去度重众 对境逢源 对于种种的境界 遇到种种的因缘 你就想着要利益重众 那么 你的菩提心就住 你的妄想的心呢 就降伏了 那么 这前半部的金刚经呢 就说那个 要度重众 但是没有 没有 重众可度 那么大概 再进一步来说呢 到下半部这个 这个金刚经呢 大概在17份吧 那么 去菩提问同样的问题 师尊了 三男子三女人 发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因云和诸物云和降伏之心 佛告去菩提 三男子三女人 发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者当生如是心 我应灭度一切重伤 灭度一切重伤 我是要灭度一切重伤 但是灭度完一切的重伤 而 我 不有 不有 亦重伤 拾灭度者 这里呢 持无重伤 的灭度者 上半部 不这个金刚经 没有重伤 他着眼于这个重伤的像 我人重伤 受者的像 没有重伤 得灭度 但后半部呢 他说没有一重伤 实灭度者 灭度这个法 这个重伤 这个是个法 没有灭度重伤的法 所以连这个法像也灭了 前半部的金刚经 是说无人像 无我像 无重伤像 无受者像 后半部金 金刚经呢 是无我 贱 人贱 众伤贱 受者贱 这个 这个前半部呢 他讲这个像 后半部呢 就讲那个贱 这个无像 这个是无贱 没有这个观念 没有做 没有做 这个空的 头一部呢 没有这个像 不着像 就简单一点 你心里面根本就没有 一个我要能够度众生 这么一个法 那种 那一种的见解 那又深入一层了 这等于我们之前说的 上相一着了 摆持干头 把他干头上去呢 连这干头都不要了 摆持干头 重进步 杀手虚空 另有天 那么又是更上一层楼 所以呢 要随护道义 这个道义 就是无上的道心 随护啊 就是对境逢源 这随缘 来保护你的 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的心 这菩提问嘛 怎么样能够 令我们的菩提心不善失 妄念起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降服我们的心 那个谁护道义 护着他 不令他善失 这菩提心 不要忘记 妄想来的时候 怎么样我们才能够不打妄想 这个妄想啊 所谓啊 就是 包括有众生可度 有佛可成 那都是妄想 所以到下一半部呢 他就 说了连这个 那样的知见都没有了 那么随护道义啊 要摇一众生 你去摇一众生 去度众生去 利益众生去 所以 徐菩提问三个问题 怎么样 这个 助我们的菩提心 怎么降服我们的菩提心 怎么修行 我没有告诉他 一一的答复他 只是说你 度众生去 你把 你的 菩提心 所谓菩提心 就自觉觉他的心 先把这个自觉 那部分不管 先要觉他 那就无我了 把这个我像没有了 一门心是 在度众生 到最后呢 连这个度众生的法像 也没有了 那就是修行 那就是 那个降服你的心 所以他并没有告诉你 去打坐啊 去念咒啊 念佛啊 什么 这都是方法 方法是需要的 但是呢 具体的做法呢 简单的 就无我 就把我放下了 要利益众生去 所以 这一段就是说 谁 要随护道义 就护着你的 保护这个 菩提心 这无上道的心 就是 自觉觉他的心 令他 不会忘记了 也不会 有这个 妄念起了 因为你一门心事 都在众生 上面 所以就不会打妄想 所以要 摇曳众生 要静养师 要广行师 要静养师啊 就是 恭敬 供养 你的师父 你的老师 那么在 佛在世的时候 这个师呢 当然是指这个佛 我们现在末法的时候呢 佛在哪里啊 我们也没有 佛也 不见到佛 所以代表佛的 就是我们的 皈依的师父 就是我们传法 给我们的老师 凡是令我们呢 能够发菩提心的 那个人 就是我们的老师 令你明白佛法 令你发菩提心 那个人就是你的老师 所以 对于那种人呢 你应该 常常喜欢的 恭敬他 供养他 那么现在 老师来说呢 现在 我们所谓的师 跟从前古代 我们所谓的老师 的观念不一样 从前我们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父 跟这个师啊 是画像等号的 尊重老师 好像尊重我们的父亲一样 但现在呢 随着这个 现代的学校的 学堂 学校的 那个建立起来呢 我们就没有这个 从前古人 对老师那种的 恭敬的想法 我们是怎么样啊 对于学校里面 叫我们的老师呢 只是 一个受货员 买卖这个 知识 我们付了钱 到学校 老师就叫我们 那个 学问 那么 出于这买卖的心态 所以根本就没有 一个恭敬的心 在里面 但古代的人呢 不是这样子的 也不 没有古了很久了 就民初的时候 清朝的时候 甚至民初的时候 对师父啊 老师啊 也是 很恭敬的 所以我们常说 师父 师父 师跟父 是拉在一起来讲的 那么现在就不是了 老师 学校的教员而已了 都对老师 没有什么恭敬的心 所以 这个法 我们佛教说 法向尽中求啊 求这个法 不 不单求佛法 你求学问也好 你没有 恭敬的心 成敬的心 所谓成 成心 成跟敬一起 没有成敬的心呢 是求不到这个法的 那么现在网路上面很多啊 讲什么经 什么经的啊 买本什么佛教的经书来 解释来看 你看看也很多啊 但是这样子呢 往往就 来得太容易 就没有一个恭敬的心 没有这个恭敬的心啊 就求不到这个法 那么同时现在网路上面的东西太多了 也不知道谁真谁假的 你对这个佛 佛教呢 有时是没有 基本的认识的话 没有 经过善知识的教导的话呢 往往呢 看到一个是是而非的东西啊 我们以为它是真的啊 那就麻烦了啊 所以呢 要敬仰师啊 就对这个老师 老师在这个师呢 在我们佛教来说的三宝 里面的生宝 生宝就是我们老师 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们老师 本师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老师 现在我们老师 本师没有了 释迦牟尼佛没有了 我们就恭敬 代表他的 生重 生人 这个生啊 是 是重的意思 也不只是一个出家人 不可以叫生 生是重 三人常重 所以生重呢 生是代表一个 一个团体 所有的出家人 都包括在里面 所以呢 现在有很多人呢 也流行做这个 参师啊 所以参师 参师是什么 学这个三财童子 五十三餐 拜了一个师父不够 那个师父有名 我又去再归一次 归一两次三次 归一十次八次都有的 那么他就叫把这个 三财五十三餐 但是三财童子的五十三餐 不是他自己去的 三财童子 去了他的开蒙师父 这文殊师利菩萨 哪里求法 文殊师利菩萨把他 该叫他的 都叫了以后 只指点他 你去南方去 朝南方去 再亲近 下一位这个 善知识 指示他去参这个 德云比丘 德云比丘又叫他 往南去参另外一个 这样如是者 他是师父 叫他去的 现在的人去参师 有一种的 共高我慢的心理 就这个师父 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了 或者我对他的道德 这个学问 没有那么敬佩了 我已经学完他的东西 再没有值得我学的 我又去拜另外一个师父 听说那位师父 更有神通 更有智慧 我要去参了 那么这种呢 其实大口不鼻 这样子 因为僧呢 刚才说的 僧是重的意思 一个佛教的团体 出家人 也皈依了一个师父 这等于皈依了 所有的出家人 不需要一个一个的 那么 我们在香港的时候 归于这个参化上人 那么香港当时呢 很多这个大陆的 那时法师逃难到香港去 那么衣食都有问题 有时候 因为广东人的那个时候 在香港的佛教 并不是那么流行 香港这个殖民地的地方 是英俗的地方 对这个基督教 天主教比较认识多一点 佛教呢 还指于拜拜了 拜祖先了 拜这个所谓的神明 那种东西 神了 佛都不分的 所以这个 一下子来那么多的出家人的 衣食都有问题 那么 所以参化上人呢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 就常常对于来 求皈依他的人 都问他 你有没有皈依过 另外的师父啊 假如你说有皈依过 就够了 可以了 皈依过师父就够了 不必另外皈依我 当然呢 他也欢迎人家来求法 你来问 来拜佛也是欢迎的 不会说你不是我的弟子 我就不管你了 你不能来 不是这样子 那么假如有哪一位法师 说你不是皈依我的 我不教你东西呢 有问题 我不答复你了 假如这样的话 那个法师 也大可以不必皈依他 那法师都是一样的 佛法都是一个 生是生团 生是众的意思 众 你皈依一个 就等于皈依了所有了 那么假如你皈依了 这个又另外皈依那个 那就形成怎么样的 一种的漏习 坏的习惯 就是在生团里面 出家里面 你拉我的徒弟 我拉你的徒弟 就往往呢 就有一种的这个 这个大拉拢 这个徒弟的那种的 不好的现象在里面 所以在事物商人呢 在香港的时候啊 就有这个规定 你皈依过以后就 不用再来皈依了 当然欢迎你来 但是后来呢 徒弟慢慢多了 在台湾红法了 在什么地方红法的 马来西亚红法的时候 他不能一一问你 有没有皈依过 有没有皈依过 没有这样子 所以就一旗皈依 有时候皈依的时候 几千人一万人也有的 那么也没有另外取一个法名 因为人太多了 没有时间去一一 替他们取这个法名 所以你本来叫什么名字的 就叫果什么 那就好了 好像我是黄可泰 我叫果君 是另外取这个名 因为当时呢 徒弟没有那么多 所以他可以一一 就另外取一个法名 后来就没有了 那么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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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不是听到 有多少没有声音我不知道 就是说那个果字被 就是你的名字加上去 我是听到就断到那边 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呢 徒弟没有那么多 所以每一个徒弟呢 他就另外取一个名 那么比如说我黄可泰 我叫果君 受戒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名 受戒的时候是我们是 归的时候是果字被 受五戒的时候啊是正 我是果君 受戒受五戒正人 都分开的 那么现在后来人徒弟多了 都没有办法 所以到台湾去啊 在什么地方红法的时候 几千人一万人都有的 所以后来呢 归的时候呢 就是 有时候呢 用你本来叫什么名字 就叫什么名字 那么 有时候呢 有时候呢 就那天归的 通通都叫果什么 就是这样子 那么 我们 刚才说这个意思啊 就说 法赖生传啊 法 佛法 是靠 释迦牟尼佛不在了 我们要靠一些 僧人来 出家人 来 传法 所以啊 有一句话说啊 若要佛法性 若要佛法性啊 必须 声赞生 你赞叹我 我赞叹你 你赞叹我的师父 我也赞叹你的师父 出家人之间 互相赞叹 啊 徒弟们也互相赞叹 啊 另外的师父的道场 另外师父的 德恨啊 这样子 那么啊 外人看起来呢 就看 佛教里面 通通的人 都是那么有德恨 都看到我们的好 那一面 不然的话 你 截人家的短处 哎 这个法师怎么破戒了 那个法师又怎么样 怎么样 这外道不信佛的人 看起来 哇 原来你们的佛教 是这么一回事 对于弘法 没有好处 所以呢 要静养 是恭敬 供养师父 你 我夫子说啊 知全马 只能有养 不敬 何以别胡 我们 我们现在供养 我们的 父母 就花钱 就养他 买个房子 给他住 令他们 一时无忧 那以为就尽了 我们的责任了 但是呢 孔子说 至于全马 皆能有养 你养一个狗 养一个马 都是 都养 都养得好好的 有些在美国啊 有些对这个宠物啊 对这个父母 比对自己的父母还好 啊 就全马 全马皆能有养一圈 养一个狗 养一个马 都能养他 但是你不敬 何以别胡呢 你不恭敬的话 你养这个父母 对着养这一条狗 养一个猫 有什么分别呢 啊 那么对父母 都这样子 何况呢 啊 那么对这个 有利于我们的 法生会命的 那个法师 那是老师 啊 特别要 恭敬 不单只恭敬 供养 而且很乐意的 供养的 供养出一个法喜出来 啊 那才可以 啊 那么广行 要广行师啊 啊 那么 要就喜欢 快乐的 广行师 广就是大的意思 广大 啊 大 广就是大 什么叫大 大就是 像 空中 你空你说多大 没有像 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广大 这无相 的行师 要广行师 就是 行这个 无相的不思 这样子 要坚持戒 要喜欢 坚持这个戒律 戒律啊 以大乘的戒律来说 我们讲过了 有这个恶法戒 有善法戒 有饶意众生戒 三聚敬戒 我们都要 坚持的 持这种的 三种的戒 要远如 游和 游和 远如 我们说过 如啊 就是 五如 我们 可以 隐气 隐寒 隐很多的东西 但佛教说 忍如 如就是 我们最难放下的 就是一个 我的相 如 就是你 侮辱到我了 我的名誉 我的至尊 我的什么 被你侮辱了 就是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其他都可以忍 侮辱到我 就不能忍 所以 主要他说 如 就是你把这个 连这个我相 都把它 能够放下了 那其他 就容易忍了 所以他 捡一个 难的 来说 那么难的 能够做得到了 其他就能够 容易做了 忍如 游和 游和呢 这不是 这个 刚强 在《低降经》里面 都说嘛 这个众生啊 圆福提的众生啊 刚强 难调难辅 我知道我小的时候 师父批评我 他说啊 果军呢 你的性格刚强啊 有脾气 这脾气呢 小的时候我确实脾气很大 我听得懂 脾气不好 哎 刚强啊 我觉得很好啊 师父赞叹我啊 性格刚强 但后来读到《低降经》 哦 原来不是好事情的 性格这个 圆福提的众生啊 品性啊 刚强啊 刚强就是 你怎么叫 调教他都不听 他自以为是 也就是这个我 在作祟 这个我的相啊 在作祟 所以也是不好 要游和一点 游和 对人 每个人呢 都和颜悦色的 不要 不要这个 一脸的臭脾气 这样子啊 硬崩崩的 不好 所谓未成佛道 先解人缘 你要成就佛道啊 你要先解这个众生的缘 不要令这个众生啊 对你生烦恼 不要令这个众生不欢喜 所以啊 要解人缘 也游和一点的 人家愿意啊 亲近他 游和呢 就不要固执 不要刚强 不要固执 自以为是 我是这样子的 你不顺我的意 都不行 顺我者生 立我者亡 不能这样子 要勤直善根 要勤直善根 善根呢 就是五根五粒嘛 这个信进念定会嘛 信根 经进根 念根 定根 会根 这是我们都讲过了 首先有个信开始 信为道源 功德母 掌养一切 助善根 你没有信心啊 就其他的 精进 也不用说了 念力 不用讲 定会 都 不用提了 一定要先有个信根 相信 对佛法相信 对这个源起信空的道理 你要相信 源起信空 讲得深的 就是我们讲了那么 久的经啊 讲的维摩经 都是讲什么 源起信空 你讲的就是好像听起来很复杂 简单一点来说就是因果 源起的道理就是因果的道理 所以你要相信 那么 由这个五根里面呢 五根里面呢 才会产生出五粒 就好像一棵树这样子 你种在泥土里面呢 就根了 扎根了 扎得深了 就根粗壮了 这个树 这个树枝树干树叶 那这花果就能够陌生 所以呢 要喜欢的 要喜欢的 请扎扎根 扎 扎 扎中 不是种了一个扎根就够了 要多多的种这个扎根 凡事 善事我们都要做 莫为善少而不为 莫为恶少而为之 扎上根 扎中所有的扎根 那么 要 秦之善根 要这个 禅定 不乱 这里讲的都是 有这个因果的关系的 你恭敬师父 要敬 养师 有恭敬一个师父 慢慢推广了 就广行这个师 你要持戒 持了戒才能忍辱 你 扎中那个善根 前面都做了 摇曳众生 要敬养师 广行师 持戒 忍如柔和 扎三根 持了三根 才能够得到这个禅定不乱 因为你这个福 种够了 福 养晦 种这个善根 种多了 那么福报够了 就能够少了很多的修行方面 少了很多的障碍 身体比较健康 这个居住的环境比较好一点 有种种的条件 能够去听经文法 等等 那么你打坐的时候 才有这个禅定不乱 不然的话 你只说我要打坐 我要修禅 但是你不种三根的话 你福报没有 福报没有 这障碍就很多 你打坐的时候 这个药又酸了 背又痛了 今天要修禅定了 不行了 要上班去了 我要听经文法去 不行 我要加班 公司里面有什么事情 家里有什么 杂七杂八的事情 等等 因为没有福报 没有善根的话 你不能好好的修行 也不能好好的打坐 所以看起来 好像没有关系 实际上它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禅定不乱 才能够修这个禅定 有了禅定不乱之后 才能够要离 购明会 才能够有禅定 之前的要坚持戒 忍入柔和等等 是戒 是持那个戒 戒了完了以后 又有定 修这个禅定 禅定以后 才能有这个会 要离构明会 离构 就离种种的成构 得到那个般若的 明白的智慧 所以他都一直 一路下来都有关系的 有因果的关系 不是禅定就是禅定 智慧就是智慧 善根就是善根 不是这样子 他都都有关系 互相影响 互相为因缘的 有禅定不乱了 才能够得到那个法喜 得什么法喜呢 就离住成构 得般若的智慧 得到那个 明白的智慧 光明的智慧 你有了光明的智慧 才能耀光菩提心 才能够啊 跟大家呢 一重发这个菩提的心 你没有智慧的话 你不晓得发菩提心 没有智慧的人呢 顶多是求 拜神拜佛 求一点福报 求我的子孙怎么好 求我身体怎么好 你不会发菩提心 所以菩提心呢 就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自利利他 你没有智慧的人呢 不会发这样的心 有智慧的人 才能真的发菩提心 而且这个菩提心是广大的 菩提心 广 刚才说的广大 我们解释过 这个广大的菩提心 发的菩提心 他不着这个像 那才是真的菩提心 你有了这个菩提心呢 要降伏重磨 就能够调伏这个重磨 这个磨啊 我们讲过是磨难 磨我们 磨炼我们 你没有这个菩提心呢 你降伏不了这个重磨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这个菩提 就是绝的意思 菩提 就是绝心 绝什么 绝缘起性空 缘生无我 那么自然一切都空的 那么怎么磨你呢 没办法磨你 我们呢 常常都在磨的境界当中 磨并不是一定有青面獠牙的 有什么鬼了 什么怪了 磨我们 我们家庭里面就有很多的磨 同事之间就有很多的磨 朋友之间也有很多的磨 家庭里面吵吵闹闹的 丈夫在磨这个妻子 妻子在磨这个丈夫 不听话的小孩子 只在磨自己的父母 这个父母啊 常常叨叨碎碎的 常常不满意这个子女 但是磨来磨去 磨来磨去 都是烦恼 都是烦恼 那么你广发菩提心的话呢 这个菩提心就绝心 绝什么心啊 绝着 知道一切 知道一切缘起 性功空的 都没有什么磨的 所以我们只是随缘 随分而已 我们之前说随缘 还要随分 丈夫对妻子 她有她的责任 她有这个分内的事情要做 太太对丈夫也有分内的事情要做 把这个家持好了 令这个丈夫呢 之前 从前的人都是这样子 男的主外 女的主内 妻子把家庭里面搞好了 令丈夫啊 去外面去拼搏 她没有这个后顾之忧 这个丈夫的 把这个顾好这个家庭呢 令这个妻子啊等等啊 这个生活的无忧 她都有他们的分 随缘随分 这分内的事情 你做父母的 叫 的分 职责呢 就教好 教养好这个 子女 那么精致的力量 儿子不听话 这个姻缘 都过去的姻缘 有些 子女呢 所谓夫妻 是缘 父子是债 父子是缘 无缘不聚 父子没有夫妻的缘 他不会聚在一起 成为夫妻 夫妇 儿子 儿女是债 无债不来 他有叫你还债的 有来讨债的 孝顺的儿子子女呢 是还债的 你钱商对他好了 金商 他来供养父母 很孝顺 令这个父母很 开心 来讨债的 处处都是麻烦 不孝顺 学习又不好 不听话等等啊 就是来磨你的 磨难 来讨债的 所以 你明白这个姻缘 缘起信公的道理 过去都是过去的姻缘 都是姻缘 生法 所以现在我尽我的力量 他听教听话 当然是好事 但不听教不听话 我已经尽了我的心了 那也不要烦恼 也不要烦恼 当时把债还了就算了 是这样子 所以 你才能降伏众魔 你有这个菩提心 真的发了这个菩提心 自立立他的话 儿子子女妻子 都是重生之一 我们要立立他 我要自立 也要立他 他做的行为不对 不要马上吵架 马上打架 要捡一个 比较适合的时间 冷静下来 好言相劝 劝得 不听 再来 慢慢的 所以都是 才能降伏 要降伏众魔 所以在孝经里面有 刚才说那个父子的问题 父亲要叫孩子 有时候父亲 他真的 父母做的事情不对 儿子要亏劝他 好像这样子吧 我试试看 父有过 父母有过的话 要好地劝他更改 改过 劝的时候要怎么样呢 悦无色 游无声 就是要好言 乐色的 好好的 恋伤 带这个 效用 很浅的 去劝他 你这样做不对 这样子 越无色 游无声 打骂谁 父亲不听你了 打你了 骂你了 这时候怎么样呢 越在 等他心情好了一点 再劝他 我大概 大概 大概是这样子 我 时间久了 这个原文是不是这样 有点触入 也说不定 所以就是 降伏 众魔 这个魔不在 不在外面 我之前说的 是我们的心里面 心魔 讲心魔也是 太高深一点 可能 我们说 就在我们的旁边 就在我们的家里 就在我们的朋友里面 那就是魔 就在我们的工作的环境里面 都是魔 凡是令我们生烦恼的 那都是魔 所以有烦恼魔 五音魔使 魔天魔 等等 我们之前讲过了 烦恼魔呢 就指这个贪嗔痴等 习气能够脑害身心 五音魔呢 就指这个受想行尸等 五蕴生一切的苦 死魔就指 这个能断人生命的 那个天魔就指 坏人善事的 天魔外道 那么但是这种呢 就我们都讲过 今天讲的就是 简单一点来说 我们要知道 在我们旁 就魔不在外面 就在我们旁边 你的儿子就是魔 你的太太就是你的魔 你的先生就是你的魔 但是呢 他也是你的善知识 之前不是说吗 这个魔啊 就是这个道场嘛 就是修行的地方 你没有这些人来磨练 你没有这些人来磨练你 你就修不了道 错 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了 但是那就是 这因缘嘛 前世的因缘 是这样子 所以他是来成就我的道业的 应该用有欢喜的心去接受他 那我慢慢慢慢的 就能够把这个魔的境界呢 转过来了 要断出烦恼 烦恼 就是 摇乱的意思 烦就是摇乱的意思 脑就是乱 一个乱 能够扰乱我们的身心的 令我们的身心的心烦意乱的 那个见识祸 就叫烦恼 我们能够断除烦恼 这个事情本来磨 来磨练我的 我看破了 放下了 偶尔知道 这个 我先生这样对我 我太太这样对我 我的儿女这样不孝顺等等 是我过去的因缘 种的因缘 没有做好 所以金生才会这样子 所以你想通了 想开了 就放下了 就没有烦恼了 原来他是金生来这样子 来反面的 来教育我 来帮助我修行的 我应该谢谢他 是这样子 所以要断除烦恼 断烦恼 而只生出一个 欢乐的心 乐 乐于接受这个 见到那个烦恼 乐于 断掉这个烦恼 你遇到这个烦恼 你不去烦他 就是断掉了 不是要 什么要革命啊 要怎么样 我们佛教说 离相 不是说灭相 相不可灭 他因缘生出来 这个因缘 这个相就是这样子摆在面前 你不注意他 不着他的相 他就没有了 就烦不到你了 你不是要灭他 我一定要把这种境界 我把他灭掉 怎么灭啊 不孝顺的儿子 你把他杀掉吗 这个先生 这个太太 老婆 丈夫 我把他杀掉 我把他干掉 不行啊 我离婚 现在有时候离婚 离了不见得好 你再结婚的话 难免又会重复 重逃来一次 所以呢 你遇到烦恼的事情呢 你不要 知道他是假的 缘起信空 这因缘 种种的因缘 凑成 现在金生就有这么一个现象 在空的 假的 做戏 不要当真 而不是要灭相 灭相 我就 这个人我看的不对眼 我一定要把他赶走 我一定要什么 干掉他 那怎么样 那就不行了 所以 若断除烦恼 今天我看破一个事情 我放下了 烦恼没有了 我很开心 我觉得很开心 那就是没有烦恼了 不是 烦恼是处处都有 你出家也有烦恼 做菩萨更烦恼 出家 有什么一句话 有什么 被穿夹衫嫌多事 是人世间很麻烦的 没有穿夹衫之前 说这个世界很麻烦 我出家去了 怎么穿起夹衫呢 怎么样 是更多 是非 处处有 你不管它就自然无 你在人世间 凡间 世俗之间 很多是非 很多烦恼 你为出了家 就没有 你在商团里面 假如你看不破 看不破 放不下 你看每个人 都是有错处的 这个又怎么不对 那个又怎么不对 事情更多了 所以 不是在哪里 在家里有烦恼 出了家就没有烦恼 出了家 假如你不能看破 放下 一样有烦恼 一样有烦恼 做了菩萨也有烦恼 要度重伤 更多烦恼 但是菩萨 他不怕烦恼 所以他 谁愿而来 我愿意 躺这个浑水 我愿意 在那个红尘滚滚的 五轴恶势里面 去度重伤 假如他怕这个东西 他就不能度重伤了 他因为 深处烦恼当中 他不觉得 他是烦恼 他都知道 他是空的 是假的 所以就没有烦恼 那么没有烦恼 就怎么样呢 就乐佛 国土了 没有烦恼 就是佛的国土了 就净土了 极乐国 就是没有烦恼的地方 无有重苦 但受诸乐 这佛教呢 讲那个烦恼 两个字 烦恼 痛苦 痛苦是很容易除掉的 我觉得痛 痛不等于苦 我早几天 这个腰里面 不小心 闪到一下了 现在还有点 走路啊 躺下来 起来的时候 不太方便 那是痛 但是我要自己 觉得他不是苦 痛不等于苦 苦是这个心里面的苦 痛是身体的痛 病痛 我们说病苦 病苦 或者痛苦 比较容易 在烦恼了 就麻烦了 烦恼他也不痛 也不苦 不是身体 痛 也不是什么 但是你就觉得 心里面就是 有点 放不下 有点 扰乱 你的心定不下来 那就是烦恼 那个烦恼 所以敬国土呢 就是 你没有 烦恼的地方 那就是清净的国土 我们梭博世界 五轴 二四 就有烦恼的地方 所以三界 二十五有 就有 有生死 有烦恼的地方 你上到极乐世界去 无有重苦 但受诸乐 那清净的佛土 有烦恼的时候 断除烦恼的时候 就能够得到那个 敬佛的国土 到了敬佛国土的时候呢 是怎么样呢 就能够成 要成 就像好 其乐世界的人呢 都有三十二像 跟佛一样 敬佛国土 敬佛国土 就是这个一一报 像好 是正报 让我们的身体 是正报 有时人的福报好一点 正报的庄严 身体健康高高大大的 男的很英俊 女的很 很这个 福相 那么那就是正报 他住的国土 就是一一报 依着他的正报来 他就送到 这个 国土里面去 所以我们 在瘦博世界 有时人的像 相貌很庄严 的生的地方 也很文明 很发达 很干净 住的房子也很好 有时人 相貌好 生出的地方不好 生在落后的地方 那么最好是正报也好 一报也好 那最好了 所以要见佛国土 就是他的一报好 一报好了以后 还要这个成就 这个相好 相好是正报也好 一正两报都好的话 那么你才能够度众生 你看这罗汉 什么十八罗汉的相 什么罗汉的相 都是古古怪怪 丑丑露露的 他不注重这个福报 他不要亲近那个众生 不愿意麻烦度众生 所以故意的长成 这么一个向来 就是令人家不愿意亲近他 最好你不要来麻烦我 所以罗汉的 他有这样的心 他怕这个众生去麻烦他 所以他就现这么一个向来 我不接近你 现那个正报的状元 令你不亲近他 那菩萨都不一样 佛菩萨都慈眉 善目的 令众生乐意去亲近他 所以端住烦恼 降福众魔等等 他是说那个智力 敬佛国土 成就向好 成就向好 敬佛国土还可以说 利他也是智力 成就向好 是利他 不是说他贪漂亮 我们佛教不讲那个漂亮 就讲那个庄严 庄严 漂亮不是好事情 就是女的 太漂亮 有时候不好 所以就 女的要这个福报 要个庄 庄严 那么 成就这个向好的庄严 不是为了 照镜子的时候 愉悦自止 觉得我今天很漂亮 不是这样子 他是要利益重伤 愿这个 令这个行菩萨道的时候 能够接引更多的众生 所以他一定都要 相好 成就那个向好 所以 他就修诸功德 三期修福会 百节众向好 有这个福道庄严 众生啊 才会去亲近他 那么还有这个 要庄严 道场 庄严 道场 庄严 道场也是一个医报 医报庄严 那么这里成就向好啊 等等啊 是讲的福报 福能养晦 刚才说有这样的福报就 有这样的智慧 没有这样的智慧 他也修不到这样的福报 所以两个是 等于鸟的两个翼 两个翅膀 庄严道场 要闻法 人生法 不会 不畏 他喜欢闻法 闻得很甚深 唯妙的法呢 他不畏 金刚经说呢 闻法不经 会 文法不经 有些听到那个 一切都是空的 假的 你假如对佛法 没有很信心的话 没有很深研究佛法 就怕了 空的 那怎么办啊 什么都没有 做功德 不要做功德的像 一切都是空的 他经的怕 但是为了 他信佛 还是佛说的 所以我接受 不经 但是 这个文法 他不经 思议 想想这个道理 有没有这样的道理呢 他不不 是确实这样子的 缘起星空的道理 我接受 我接纳他 确实这样子 所以他也不不 那修行的话呢 他不畏 是不经 不不畏 所以 闻法 闻身法 不畏 他就闻到这个身的法呢 他相信 闻 一个是闻 一个是思 一个是修 闻思修 他不怕 怎么样才能 闻法 不经 思义 不畏 闻法 之前我讲过 闻法 要 不自卑 不自大 我们现在呢 信佛呢 在净土中 流行 这个好事 但是有些人呢 就红法呢 就是有点 过了头 他把其他的法 就扁了 只是包这个 赞扬这个净土的法门 净土的法门 确实是 应该去赞扬的 但是你不能赞扬 一个法的同时 把其他的法压下去了 就说怎么样呢 我们的善根不够 我们不能学 这个大乘的佛法 只能捡一个容易的法 去念佛就好了 但是假如我们读 大乘经典的话 金刚经不是这样说的 他说凡是人来 闻这个法 不经 不不不畏的话呢 这个人呢 不于一佛 二佛 三四五佛 所种善根 于无量佛 所种住善根 所以只要你听闻 这个金刚经的法 听闻这个文摩经的法 听闻这个 其他的大乘经典的法 你先相信他 接受他 心里面不怕 信佛 你很喜欢听到这个法 就表示你不于一佛 二佛 三四五佛 种住善根 你是有个大乘根基的人 你不是小乘根基的人 你可以学这个大法的 所以你听释迦牟尼佛说 还是听某某法师说 某某法师说 我们现在人都都都不行了 不要学那个般若的法 不要学参禅 不要学其他的 只是就是念佛就好 念佛不是不好 不要误会 念佛绝对是好 但是我们不能 弘扬一个法 赞叹一个法 同时贬低其他的法 那恐怕不是 释迦牟尼佛讲那个 净土的经典的原意吧 对不对 所以 只要你喜欢那个法 你读金刚经 读维摸经 读这个大乘的经典 觉得 讲的法 好像讲到你心里面去了 你愿意接受它 听得法起充满 那你就大乘的根基 你就是不于一佛二佛 三四五佛所种住善根 于无量佛所种住善根的人 所以我们就不要辜负我们的善根 就要往这个大乘的道路去前进 那么净土法门是不是大乘的经典呢 净土法门呢 看你怎么样 这个净土的法门呢 可以是小乘的 也可以算大乘的 小乘的法是什么 这个心态就是 说博世界很苦 我到极乐世界去 但受诸乐 不受重苦 那就离苦得乐 来做这个治疗汉 那是小乘的心态 大乘的心态呢 就是说我 现在没有这个把握 没有这个能力 我靠着 阿弥陀佛的愿力 我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到那边听经文法 学习 修行成功以后 我还来说博世界 乃至十方一切的世界去 度重上去 那是我的目的 那就是大乘了 所以同样一个法 没有说 什么法是大乘 什么法是小乘 就看你的发心 看你的愿力 你发这个大愿 要度重上 那就大乘 发这个小的愿 只为制止 那小乘 所以 闻生法 不会啊 生的法 就是那个大乘的佛法 你不要怕 那是大乘根基的人 要三托门 三托门呢 就什么 就空 无相 无作 这三托门 知道是空 无相 一切的 凡所有相 都是虚妄 无作 无作就是无为 你知道这个 喜欢这个 无为的法 不要非识 什么叫非识呢 这法经里面讲这个 批语 有个商主 带领这个 寻宝的人啊 走了走了走 走了很久的路 很远的路去寻宝 去找寻这个宝所 那么走了半路啊 走了很久了 人都疲倦了 哎呀 太辛苦了 我不要去了 那么 这带头的人的 譬如是佛啊 他有大神通 大方便 他说不要灰心 要抖手前进 再过五百里 不远的地方啊 就有一个地方 风景很美 有好吃的地方 好住的地方等等 我们到那边 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那么 所以大家 这个人呢 在没远的地方 不太远的地方 就有这么一个地方嘛 所以就勉强的 抖手精神的 就去那边 那么这个 商主呢 这有大神通 有大方便的 他也不欺骗那些 人 就变化出来 这么一个画城 里面确实 风景很美 很舒服 很华丽 那个地方 那么 休息 休息过了一阵子之后 他说我们还没有到保所 真正这个保所还没到 这是这个画城而已 这个画 变化出来的城 我们应该 继续前进去这个保所 但是很多人说 哎呀 这里已经不错了 很好了 我不要去了 太疲倦了 我就在这里了 不再前进了 那么不再前进呢 就是小圣的心态 就做这个治疗汉 那就什么 这里说的 不要飞食 还没到时间呢 还没到这个保所呢 不是时间 永久休息的时间 你要继续往前进 才能够得到那个保所 所以 乐三托门 三解托门 就是 空 向 向 做 或者说 无愿 通的 没有向的 凡所有向都是虚妄的 所以也就 要修这个无为的法 所以一切 相望 一切都是 凡所有向都是假的 所以就 不要修这个 有为的法 一切有为法 如梦 换泡影 都是假的 所以 不要修这个 有为的法 修这个无为的法 所以 他着了这么一个空 无向 无作 无愿的法 他就 飞食 还没有到保所的时间 他就说够了 我在这边休息了 那就 不要飞食 不要喜欢这个飞食 不要着了这个飞食 我们还没到了 时间还没到 距离这个菩提到了 成佛的路上面 还有一段时间要走 所以 不要飞食 他不喜欢 大乘的菩萨们 不喜欢在中途 就停下来了 这样子 要进同学 同学 就一同修行的人 一同学 与这个修这个大乘的 同见同行 所谓 六祖说 对同 见同行 同一个知见 同行 遇到这个同见同行的人 我们一起前进 一起修行 互相当这个同学 但遇到不是同见同行的人 你说什么 都反对你 你说大乘的佛法 我不相信 等等 我们合掌令欢喜 也不要跟他吵 也不要跟他闹 合掌手掌 阿弥陀佛 那么他也高兴 你有欢喜 他也没有烦恼 所以要进同学 与这个大乘的 同见同行的人 我们是我们的同学 一同修 一同学的 我们喜欢 亲近 那是同学 大家要同一个理念 大家同一个修行 大家持同样的戒律 等等 我们一起来 在菩提道上 是互相扶持 互相前进 要与非同学中 心无挂碍 但是与非同学当中 不是同见同行的人 六祖说 何掌令欢喜 就不要跟他吵 不要跟他闹 大家何止掌 来阿弥陀佛 就这样子 心无挂碍 心里面呢 也能包容他 没有挂碍 说你跟我不一样 我不会排斥你 不跟你做朋友 也不要这样子 所谓不清心学 不要轻视那些心学的 刚刚学的 他没有懂得很多 我们每个人 都有心学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 刚刚信佛的时候 我们刚刚没有 信佛的时候呢 也是同 跟他一样的 也发不起 那个大的心 也不明白 这个缘起 信空的道理 也不明白 这个佛理 所以呢 心里面 也不要挂碍 说我 跟你不一样 我跟你不同 不能这样子 这不清凡小 不会轻视 那个凡夫 跟这个小秤 菩萨不清后学 这一切的众生 都一世从人 没有生这个分别的心 你好像这个 常不清菩萨 他见到一切的众生 他都合掌 不顶礼 说我不敢轻视 如党 如党皆当做佛 所以后来呢 这个常不清菩萨 就成为这个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呢 就是 常不清菩萨 常不清 这位菩萨 叫常不清菩萨 他常常不清 是那个众生 要账户 二知识 账户呢 是带领 账就带 户就保护 这恶知识 我们对善知识 当然要亲近 夏文有说 乐 要亲近善知识 但是对这个恶知识 出处 都有邪知邪见 出处与我们信佛的人为难 唱反调 那些人呢 我也 账户的 带领他 保护着他 带领他 慢慢的 往这个善道 往这个 正式正见 菩提道上面前进 账户善知识 这菩萨呢 他不清是那个 恶人的 要亲近善知识 那么善的知识 我们当然要亲近了 但对恶的知识 对不好的人 跟我们唱反调的人呢 我们也不要轻视他们 也不要跟他 说对 反而呢 是 他来反面的 来教育我们 我们要好好的接受他 好好的 容纳他们 带领他们 护持着他们 令他们呢 好好的走上 那个正道上去 要 欣喜 清静 我们很喜欢的 心里面呢 乐于得到清静的实相 心里面呢 清清静静的 觉得很欢喜 这个清静啊 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想 那叫无忌 忌也是一种的烦恼 无忌就 空白的一片 心里面 什么都没有 早上木头的石块这样子 那叫无忌 什么叫忌 忌就是把它忌在好散那方面 或者忌到恶那边 无忌呢 你就是不能把它忌就忌算嘛 不能算是善 也不能算是恶 就是 空白的一片 那并不 并不是什么 好的事情 佛教说 无助 但是要伤心 无助伤心 不是无忌 无助就不着相 伤心 但是那个心的作用 正当的作用 要伤出来 对于事情有正确的理解 遇到事情要正确的行为 正确的态度 去面对这个事情 并不是逃避 是无助 但是伤心 上这个正确的心 所以欣喜清静 就是它不足那个相 所以相 有相就不清静 很多这个烦恼 凡所有相 这是虚妄 喜欢清静 就不住那个虚妄的相 但是呢 常常在这个实相里面呢 生日心 知道一切都是缘起缘灭 缘生无我 有这种的正知正见 来处理事情 处理一切的环境 处理一切的境界 这样子 要修无量 道品之法 视为菩萨法乐 喜欢修那个无量道品 我们说三十七道品 那么 其实不止那个三十七道品 这里说是无量道品 无量的助道品 道品就是助道的品 一切一切 这法都是帮助我们修行的 这个法 这个法门 法是一种的境界 心内心外的境界 是方法 是这个道理 等等我们都叫法 在佛教里面 这个法的广 意思很广的 但所有的法都是有相 没有相 他都不能修了 就没有 没有 没有的修了 道理也是个法 叫我们怎么样 觉悟的 觉法也是个法 因为你有谜才有觉 所以也是原生的法 没有谜就不需要有觉的法 所以所有的法 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都是元起元灭的 所以我们修那些法 你不要语问 那些法是实有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实无有什么 无有法 得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金刚经里面说 没有这个 得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的法 也没有一个众生 实在得到灭度这个法 所以 他都是助到 帮助你修行 帮助是什么 帮助你是个工具 这等于你走路的时候 脚坏了 有问题了 拿个拐杖 那是帮助你走路 你不能老是 没有 脚好了以后 你还拿这个拐杖 那这不行了 所以助到 帮助你修行的法 这不是实法 帮助你的是这个 圆 圆圆生的法 帮助你的 好像现在我们 读经了 看电脑什么 看不清楚 带个眼睛 那个就是助 帮助我看 东西那个圆 帮助你的 不能代表你的眼睛 他只是你有眼睛 可以看东西 看不清楚的 帮助你一下 这样子 那好了就不需要了 所以要明白 这个所修的一切法 都是助到法 不是真实的法 那明白了这些呢 视为菩萨法乐 就是菩萨的法乐 对佛法了解了以后 产生的那种的法喜 法乐也就是法喜 法喜充满 是菩萨 高诸女人 所以呢 这个菩萨 听法 听 维摩节 讲到这里呢 他就告诉那些魔女 我愿 我愿如巨环天宫啊 我们 他怕那个魔女了 听了法了 不走了 都离开他了嘛 所以他我们回归天宫吧 那点很快乐的地方 一起回去了 诸女人 一切的魔女就说 以我等 于此 居士有法乐啊 我们 我们在这个 维摩节居士里面呢 那地方有法乐 我们享受这个佛法很快乐呢 我等圣乐 我很喜欢 很快乐 不复要五欲乐也 波琴摩王呢 这个五欲天啊 天宫里面呢 五欲 用这个五欲的东西 令这个天宗很快乐的 这生相未出 财时明时穗 那种东西啊 哦 很快乐的 但是 这个魔女说 我在维摩节居士里呢 现在呢 我得到这个法乐了 佛法的乐了 这五欲的乐我不要了 我不回去了 莫言 居士何此舌女 舌此女呢 这个波琴摩王就对维摩节居士讲了 那居士啊 你可不可以啊 舍掉这个女呢 他以为维摩节 喜欢他的魔女 他送了一万二千个魔女 给这个维摩节 以为维摩节很喜欢 他说你可不可以啊 把他舍去了 不要了 我送给你 现在可不可以不要 还给我了 一切 所有私欲彼者 是为菩萨 他说 一切 所有私欲彼者 那菩萨呢 能够把自所有的一切 都能够私给别人的 那就是菩萨 所以那个魔呢 还对这个维摩节居士讲 那个布施的法 那个有没有错 不错 一切所有私欲彼者 把自所有的一切 都能够私给别人的 那就是菩萨 那是正法 但是呢 这个魔王呢 他以这个私心而说的 他要为末节 私给他 令他自己得到 那个好处 得回这个魔女 他不是真的 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啊 所谓 邪人说正法 正法也就是邪 这个话不错 但是他目的不正确呢 他是要为末节 把这个魔女还给他 令他能够享受 那个魔女的 那种的快乐 邪人说正法 正法也就是邪了 为末节 为末节 就对他这样说 我已舍已啊 我已经舍了 我已经布施了 我已经舍去了 如便张去 我没有挂爱了 对这种事情啊 我已经舍去了 老早就已经布施掉了 没有对他生出一个爱的心 我不会这样子 我已经舍了 如便张去 张去带 你带去吧 带走吧 另一切众生 得法愿 具足 那么 我愿意啊 另一切的众生啊 都得法愿 具足 菩萨要满足 一切众生的 合理的要求 法愿啊 就是合理的要求 那本来他是 你的仆人 的魔女 你带去 还给你 于是诸女 问维摩节 所以那个一万二千个天女 就问这个维摩节了 我等云和子于魔宫啊 我们为什么要回这个魔宫去啊 这魔宫不是究竟的地方啊 是魔的 在的地方啊 维摩节言 维摩节就说了 诸节 称他们做师节了 诸节 有法门 明无尽当 有个法门呢 叫无尽当 如等当学啊 你们应该去学 无尽当者 譬如一当 燃百千当 这无尽当呢 就等于什么呢 一个当可以 演点百千个当 明者皆明 明就是暗 令暗的东西 都能够得到明亮 明中不觉 明明无尽 一个当 演百千当 百千当 又再 每一个当 再演百千当 所以明明无尽 所以说 所谓这个新当 这个当是怎么 是新当 永明 永远的 把 这个当是指的 我们是新的当 这个般若的智慧 永远是光明 明明无尽 如是诸者 所以是这样子的 祝大姐啊 服务一菩萨 一个菩萨 他能够开导 百千众生 开导一百个 一千个众生 一千一百个众生 成了菩萨以后 他又再能够 开导 另外的 每一个众生 每一个众生 都成为菩萨 都能够开导 百千众生 那么这 很多很多了 这推广的面 就越来越大 那么 开导百千众生 令他们怎么样呢 令他们发 这个阿罗多罗 三秒三菩提心 令他们发 这个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心 遇词道义 也不灭尽 那么多人发了 阿罗多罗 三秒三菩提心之后呢 他本人的道义啊 这个阿罗多罗 三秒三菩提心的 正等正觉 也不灭尽 不会说 人家已经 听我话 发了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心了 我就 功德圆满了 我就不发那个心了 不会这样子 谁所说法 而至正义一切善法 谁所说法 就是 听从他讲 法的话呢 至止 而正义一切的善法 所以 菩萨说法 我们说造学相掌 你度而众生 好像我们今天 跟大家来共同学习这个维莫经 我也不懂了 但因为要讲经的缘故呢 找一些资料啊 什么来 跟大家来 介绍给大家 那么 介绍了大家以后呢 我自己也争计一切的善法 我自己也懂了多一些了 对不对 那么大家呢 来听 我讲呢 也是在帮助我 令我 更加这个佛教里面 多懂了一些 所以 你们也是来讲给我听 不是 但是我讲给大家听 其实来说是大家讲给我听 所以呢 互相争议的 互相利益的 一切的善法 善法就是对这个佛法 对这个好的事情啊 能够 那个 方便啊 能够增长 增衣 衣就是增 增也是衣 衣就是增的意思 世民无尽当 那这样子就叫无尽当 这个法门 如党 虽诸莫功啊 你们 虽然住在魔的宫殿里面呢 以示无尽当 令无数天子 天女啊 发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你们住在魔宫啊 以这个无尽当这个法门啊 能够令到无数这个 六玉天的天子啊 天女啊等等啊 都能够令他们呢 听完这个法以后呢 都能够发这个无尚正等正觉的心 唯报佛恩啊 这样就叫报佛恩啊 也叫这个大摇一切的众生 能够立一切的众生 十日天女啊 那个都 那一万二千个天女呢 听闻啊 这个 维摩节 讲这个法以后呢 头面顶礼 维摩节族 就对这个维摩节呢 行这个节族礼 就把他们拜佛这样子 两个手伸开 就表示 两个手啊 接碰到这个佛的两个脚 然后呢 这个头 用我们最尊贵的头啊 碰到 佛的最下的脚 就表示这个 最恭敬的礼 这节族礼 随摩 还功 忽然不见 等礼完了以后啊 就跟随这个伯尘摩王 回到这个六玉天宫了 忽然就不见了 隐去了 没有了 世尊 这个 佛说啊 维摩节 有如是 自在神力啊 维摩节旧事啊 就有这样的自在 大自在的神通力 还有这样的智慧变才 故我不认一笔问直啊 所以呢 这个慈世菩萨就说了 我不能担任 代表您 佛老人家去问 问候这个 为莫居士的病那个责任 那么这一段呢 就把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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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优优独等 一心恳请 三宝慈悲加倍 新刚护法龙天 健康 无助病脑 富饶 安乐 一时风吟 所受用物 无所法小 家庭和睦 谁所要求 做助善业 不愿破魔圈网 出离恶见仇灵 正见精进 为生之恶 永不令生 以生之恶 树令消灭 为生之善 树令生起 以生之善 树令增长圆满 巨大福慧 能力因缘 做助善业 供养三宝 弘扬佛法 知利利他 知觉觉他 乃至菩提 永无魔事 永不退转 弟子所愿如是 愿三宝慈悲 爱连色寿 疏满所愿 愿烧三丈诸烦恼 愿的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是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